原标题,牛气冲天,这小国竟公开叫板联合国,这种底气究竟从何而来? 第一军情作者,星星之火近日来,联合国安理会做出了两项重要决议, 一项是针对朝鲜的河岛试验加大对朝鲜的制裁, 一项则是针对美国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并计划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搬迁至耶路撒冷, 从而将美国的这一行位认定为无效无疑, 这两项决定将有利于半岛地区和中东地区朝着稳定平和的方向发展, 但也会引起了个别国家的强烈不满。 就在刚刚,为了表达不满,以色列竟然公开叫板联合国, 这种底气究竟从何而来? 海外网12月23日报道称,当地时间22日, 以色列总理本杰宁内塔尼亚湖正式宣布, 以色列将于2018年底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圣诞假期后, 以色列驻教科文组织代表将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领导人 奥带里阿祖莱·奥瑞·奥瑞兹勒一致谈。 以色列将按照规定,于2018年底正式离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称, 这个决定是基于该组织试图将犹太人的历史与以色列土地相分离。 但是,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称, 如果教科文组织在明年年底之前进行改革定改变对以色列的态度, 以色列将撤回这一决定。 无独有偶。 今年10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然宣布,美国决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根据相关条款,美国的退出将于2018年12月31日正式生效。 美国之所以退出科教文组织的理由很简单, 极不堪负重的数亿美元汇费和教科文组织针对以色列的持续偏见。 现在以色列既随美国脚步退出教科文组织, 难道是和美国商量好了,还是另有企图? 这个人口不足千万, 实际国土面积不足三万平方公里的小国为何这么牛? 细思极恐之下,我们不难发现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以色列为了保住千辛万苦建立的国家, 便将美国视为最重要的战略盟友。 事实上,以色列需要美国支持获得长期生存权, 美国需要以色列在中东冲锋陷阵牢牢把控中东战略主动权, 两国处与各自的战略需要已成了生死之交。 甚至在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中都能看到以色列的身影。 而美国为了表达对盟友的铁心支持, 每年还向以色列提供大约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今年特朗普普古中东各国的强烈反对 毅然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引发了人们对中东地区再次爆发战争的担忧。 也正是由于美国的强势声援, 才让以色列有足够的底气叫板阿拉伯国家乃至联合国。 其次, 以色列经济实力在中东地区首屈一指, 其工业化程度, 商业化程度均超越了中东诸国。 由于以色列奉行美国式的民主价值体系, 和中东的伊斯兰体系被倒而持格格不如, 所以遭到了中东诸国的普遍抵制, 被认为是美国在中东的最大代言人。 但这并不影响以色列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 以色列拥有相对完善的军工体系, 包括各类军用飞机、坦克、舰艇、电子通信设备等均可以自主生产制造。 在满足本国需求的同时, 以色列所生产的军工产品被出口到全世界60多个国家, 年军火出口额高达数十亿美元。 强大的经济和强悍的军工体系壮大了以色列的国防实力。 另外,以色列被认为是除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外核武技术最强的国家。 据有关评估, 以色列可能存储着高达40枚的核武器。 同时, 以色列国防军装备精良, 预算充足, 后勤完善, 五次中东战争足以证明这是军队的强大。 从上述方面可以看出, 以色列自身实力强大且背靠美国, 所以能在鱼龙混杂战乱不止的中东的长久生存。 不过, 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和民族宗教的矛盾, 以色列一直不被中东国家和国际社会所认可。 其中耶路撒冷问题集中反映了以色列和中东各国的尖锐矛盾。 尽管当前的耶路撒冷为以色列所实际控制, 美国的政治声援也让以色列显得十分有底气。 但是耶路撒冷问题由来已久, 夹杂着复杂的宗教民族利益冲突, 联合国担心中东会再次因为这个问题而引起社会大动荡, 造成不必要的流血牺牲。 而美以两国一旦付诸行动, 必然会激起全球范围内的反美情绪, 恐怖主义活动也会急剧增加。 因此, 联合国的决议并没有错。 美以两国应该摒弃弱强识的冷战思维, 多做有利于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 如果一位从自身战略未出发言, 强行使用武力, 必然会激起更大范围内的反抗。 届时, 美以两国将其苦难下, 局面也将一发而不可收拾。 声明, 已发现多家媒体未经授权转发第一军情文章。 为尊重原创, 转载请标明出处。 微信公众号转载请联系管理员开白名单。 敬请配合。